众所周知 后翼这个英雄伤害非常高 只要给他一个安全的输出环境 礼杀时刻 我还就不信了 怎么会有后翼的伤害那么低 后翼这个英雄 我都是当战士玩的 他一枚位移 二枚加速 这拉扯 根本打不出伤害 就必须面对面硬雷 但可惜刚上线 没有手感 走位不好 跟兵线站一起了 让哥亚比我多吃了一个线 不过问题不到 已经掌握节奏了 我们后翼的一级呢 是可以分叉的 打到三个单位 我们是可以连哥亚带兵线一起打的 但是你只要不站在小兵的前面 哥亚就没法连人带线一起亲 好 把线亲了 这次换你亏鞭 当然 我们狂战士后翼 除了战录 最强的还得是大招 可以做到千里之外开团 人在家中坐 鸟从天上来 快射快射快射 快射快点 快点 要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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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身为一名优秀的射手 有一个合适的站位 定能打出极高的伤害 就像这波兄弟们 狂暴一开 谁能杀我 谁敢杀我 貂蝉 你还回头 直接定住 哎呀包杀的 这个镜上还有点高 一般我是不会容易暴毙的 这波位置非常凉 镜切不到我 狂暴一开 然后 可恶 这具身体终究还是承受不住吧 那只好使出B计划来 纠集走位坦克后翼 如果 我出了这套装备 对面刺客又交奈我和 这把对面有个蓝银王 我打的就是蓝银王 身为一名射手啊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存活 才能打出输出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这很多兄弟们玩射手的时候 总是怕被蓝银王切 但是你只要出个肉装啊 他就会去切你的队友了 这样一来 别看攻击装是少了 但是你打的伤害 可比纯攻击多多了 你看 自从我出了背带裤和 金鸡护手之后 蓝银王他就只去找帽子了 虽然说我打他 有高达16点的伤害 但我持久啊 这伤害不就来了吗 格亚打我也完全不弹啊 就猛猛射兄弟们 哇 作战能力真的很强 在解决了自身存活问题之后 那业务范围就广了啊兄弟们 大招将不再留着保命 那压师快让夏师傅追死了啊 直接一个鸟 给夏师傅定那儿 当时就攻守一行 配合压师傅反杀 不过这个伤害是沾点低的啊 给红buff刮杀 来人了 先审计拉开 然后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机制走位 我走位了 我走位了 我再走位 哇不行啊 且跟着这个走位有点略逊一筹啊 哎呀可恶啊 差一点点啊 没有大招 当时没有关系啊兄弟们 很明显 这个输出已经是拉满了 这把江子牙给我封审了 明智的选择 跟我的好兄弟开个团 OK来人呢 把好兄弟卖了 快走快走 哥儿快走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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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输出 我再输出 我来 给他走位 好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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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就刚才的走位和坦兔已经给蓝力王彻底震慑住了 完全不敢来碰我 你看看 他看我一眼直接走了 还是那句话 兄弟们 只有活着才有输出 好吧 这波从头射到尾 输出 真的很高 不光如此 直接倒反天高 满图 受力蓝力王 蓝力王 我看到你了 来 风暴龙上 我 莫臭 莫臭 铁哥 爽 我既身为前排 必须要当先锋 先吃火舞一扇子 根本破不了房 来 火舞再给我一下 那蓝力王他就 敢看不敢过来的 兄弟们 而且我伤害也没有很低 你看 设置个太医很痛的 铁哥这个弹度 就你还要杀我 闪现 那个 这波有些烂了 纯当前排完了 不让百分百死不掉的 兄弟吧 这最近呢 蓝力王疯狂出皮肤 脆皮确实是有点难活的 不管什么出装 只要能打输出 就是好出装